大家好,我杨风,今天3月10号,根据去年2020年,从1月到11月的数据,中国超越美国,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。 所以,2020年全年,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,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。 有人可能会说,这是因为去年,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的缘故,美国又深受其害,因而把经济拖垮了。 等到今年,美国施打疫苗成功,经济会迅速恢复,到时候,美国又会把全球消费第一名的头衔拿回来。 会不会这样呢? 我们来看,美国一家市场研究公司,eMarketer,在2019年时候的报告。 在这份报告中说,2019年,中国的零售市场规模,将为5.6万亿美元,而美国则为5.5万亿美元。 这是eMarketer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,分别对中美两国,在2019年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,所做的估计。 也就是说,就算是没有新冠疫情,中国仍然可能会超越美国,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。 所以,基本上,2019年,中美两国的消费规模,大致上是相当的。 但是,当时间进入了2020年,中国超越美国,更是大概率的事情。 我们就来谈一谈,当中国拿到全球消费规模,第一的桂冠,会是什么样的情形,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 昨天3月9号的消息,来自德国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,因为受到新冠疫情,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。 德国在1月份的出口金额,仍然是下降的,唯一的一个例外是,对中国的出口是增加的。 还有另外一个数据,2020年第二季度,中国从德国进口230亿欧元,而同时起,美国从德国的进口金额是200亿欧元。 中国第一次超越了美国,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。 另外,德国媒体,法兰克福汇报也说,德国经济从中国快速复苏的经济中获利。 我们就以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来说吧。 做一个例子,西门子预测,由于中国汽车和机械行业的复苏,西门子截至2021财年第三季度, 的利润,可能会出现大幅的增长。 现在有太多这样的消息,原本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,一直都保持着高速的增长。 现在,中国又有了一个新的头衔,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,这个身份就完全不同了。 这会让美国更难以对付中国。 之前,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。 十多年前,中国已经陆陆续续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市场, 最大的手机市场,最大的汽车市场,以及最大的芯片市场。 现在,又是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。 当这些头衔,一个个夹到中国的头上来的时候, 这就像是最亮丽的观念。 全球国家看在眼里,怎么会不动心呢? 在这种情形之下,美国想要封锁中国,会难以为继。 其实,在去年2020年,中国还不止这个头衔,根据欧盟统计局, 在2月份,所发布的对外贸易数据。 2020年,欧盟27个成员国,与中国货物贸易,在疫情中逆势增长。 中国第一次,取代了美国,成为欧盟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中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,这又代表了什么意义? 上个月,2月19日,西方世界总共有两场大型的国际会议。 一个是G7峰会,另一个是慕尼黑安全会议。 这两场线上大型会议,是在同一天举行。 美国拜登政府,在这两场会议中,揭示了,美国回来了。 拜登希望,藉由这两场会议,让西方国家团结一心,跟着美国一起,来对付中国。 但是,在中国拥有这两个新的头衔之下,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,另外一个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那么,欧盟国家,又怎么会,听从美国的号令,导向美国,跟着美国一起,来对付中国呢? 不过,杨风要提醒一下,中国这两个头衔,是果,不是因。 这两个头衔,只是中国经济贸易实力,越来越强大的结果。 世界各国,都无法,不正视中国经贸实力的壮大。 之前,杨风跟各位提过,1998年,美国导演的哥斯拉电影,哥斯拉大闹纽约。 因为,预告片里头,第一句话,size does matter。 这句话,就是今天,中国经济体量的最佳形容词。 我们来看看,1998年,哥斯拉电影放映的那一年,中国的GDP,大约是1万亿美元,美国则是9万亿美元,相差了9倍。 中国这个GDP的体量,根本不在美国人的眼里,不要说美国了。 那时候,德国的GDP,是中国的2倍,日本则是中国的4倍。 1990年代,那几年,几个国家都吵着,要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。 德国,日本,还有印度。 当时,德国和日本所用的理由就是,他们的经济体量,都是数倍于中国。 为什么,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,但是日本和德国,却不能够成为常任理事国呢? 但是,现在不一样了,中国的经济总量,是日本的3倍,是德国的4倍。 你看,现在这两个国家,不太吵了,不太吵着说要进入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。 大概心里服气了,只有一个印度,现在还不太服气。 如果美国在2000年的时候,就开始遏制中国,那可不妙了。 不会像今天一样,北京可以大声的说,美国你要制裁我,你就看着办吧,随便你。 可是,光是体量大,也不一定有用。 你看印度,13.6亿的人口,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,远不如中国,连一个RCEP都不敢进去。 人家越南都进去了,缅甸也进去了,就是印度不敢。 我们再看看俄罗斯,俄罗斯有1.4亿的人口,领土面积又这么大。 可是,俄国搞不好经济。 俄罗斯和印度,都是超级大国的料子。 但是,俄国搞不好经济,而印度则是经济和军事都没有搞好。 那么,这又是欠缺的什么呢?管理。 杨凤再给大家讲一个管理上的小故事。 1980年代,那时候正好是中美关系密切的时候。 美国在那时候,打联中制书牌,美国联合中国来对付苏联。 所以,美国也欢迎大陆的留学生到美国来,也提供了奖学金给大陆的留学生。 1980年代到1990年代,大陆赴美留学生人数,急剧的增加。 于是,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,大陆台湾还有香港,两岸三地都有了。 人数增加了之后,大陆和台湾的留学生,就有了相互的交流。 大家会一起聊天,参加活动。 那时候,反而是台湾的留学生,拿奖学金的机会少了。 那时候,台湾的留学生,羡慕大陆留学生有奖学金。 而大陆的留学生,则是羡慕台湾留学生,说台湾的经济好。 但是,有一个有趣的现象。 当两岸的留学生,在谈论经济发展的时候,一些大陆的留学生,就会说。 因为台湾地方小嘛,管理容易,所以台湾的经济表现好。 那时候,台湾正好抓住了,全球个人电脑工业的潮流。 台湾的经济,这是一片欣欣向荣。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。 如果我们把台湾,大陆,都当成一家公司来管理。 那么,如果把时光倒流的话。 在那时候,您有机会的话,会选择哪一个公司来管理。 要是我的话,我选择大陆。 因为大陆大,只要经营管理得当。 所能够展现出来,发挥的威力,那是无穷的。 如果有人跟我说,台湾小,所以比较容易管理,所以经济发展会比较好。 那么,我一定会说,我们来交换,我喜欢大的。 2000年初期的时候,中国已经稳稳的成为了世界的工厂。 许多工业生产量已经上来了。 当时社会上,还有网路上,许多人会说,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业强国。 当时,这些北京的官员,反而说,中国只是大而已,还不算是强。 中国还需要努力。 也因此,最后就有了所谓的,中国制造2025,这个目标。 中国的人口多,领土面积也够庞大。 只要管理得当,经营得好,就可以先把经济做大,然后再变强。 这就是中国的富国,强国之路。 所以,大当然是好。 在这个庞大的基础之下,先慢慢富起来,然后再往高端技术上走。 所谓的工业强国,到时候就水到渠成。 如果国家不够大,那就只能够挑选一些特殊的工业类别来发展。 就像是以色列,因为基础不够大,就没有办法全面发展,称不起全面的工业发展。 差不多20多年前,一直都有人说,中国人口太多了,这会是一个负担。 中国人口多的问题,就要看,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? 就像是一个瓶子,装了一半的水,您认为是半满呢?还是说空了一半? 我们今天不说人口素质,人口发展的问题,以后有机会再来谈。 人口多的确不容易均衡发展,但是却造就了中国,拥有各个类别的工业,所谓的树大就是美。 在庞大的工业类别之下,再挑些重点产业出来,让这些重点产业的发展精致化,往尖端技术上走。 中国不是小国,小国有小国的做法,中国是一个大国。 到目前为止,中国工业类别齐全,就光凭着这个基础,然后再挑一些战略性的产业。 比如说,能工智慧,半导体工业,软件工业,还有新材料,以及电池技术,新能源,数字经济等等,再加上生物科技。 至于其他的中低端产业,中国可以和周边的国家共享。 所谓的共享,杨风的看法是,建立一个卫星链的体系,以中国中心为主体,然后辐射出去,在周边的国家,建立卫星工厂。 这样的话,就可以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资源,包括了人力资源,还有天然资源。 同时,在这样的卫星链体系之下,中国可以做经济整合。 这样的话,中国就不会像美国那样,出现产业空洞化的情形。 有关这些细节的做法,我们以后再来谈。 一直到现在,中国的工业,还只是停留在大的阶段,还没有完全走上强的地步。 最明显的例子,就是中国的芯片产业,被美国卡住脖子。 但是,中国的大,已经帮助了中国,在面临美国强烈的贸易战之下,以及科技战的时候,仍然能够屹立不摇。 这就是大的功效。 中国的大,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,或者说一个可怕,令人畏惧的地方。 那就是,中国可能会占据了,从高端,一直到低端的产业类别。 很多人都说,在未来,许多中低端的产业,都会移到国外去。 有关这个论点,我有三点看法。 第一个,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,这些中低端的产业,还有足够的时间,在中国内部循环流动。 去年,12月17号,我们有一期的专题节目,中国版的50年不变。 在这一期视频中,我们谈论的,就是制造业,如何在中国内部循环流动。 第二个,如果再加上生产自动化,以及人工智慧的辅助。 中低端产业,在中国内部循环流动的时间,可以再拉长。 所以,刚刚说的,50年不变,还可以再延长一段时间。 第三,在配合之前说的,把周边国家,纳入中国的生产腹地。 以中国为中心,建立一个卫星链的供应链体系。 中国的地理位置,刚好就是这种情形。 中国的地理位置,有些人会说,这是一个缺点。 因为,这会造成在历史上,和周边许多国家,都有领土的争议。 但是,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看,把缺点变成优点。 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,这反而是一个优势。 中国南部是东南亚地区,印度,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。 而西边是中东和中亚地区,北边是俄罗斯,东边则是韩国和日本。 依照这个地理位置,中国反而是处于一个心脏中心的地位。 可以依据这个地理优势,来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卫星链供应链体系。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。 第二,中国的市场同样的辐射出去,这样反而扩大了中国的市场,中国的腹地。 周边国家都成为中国的经济腹地。 第三,我们以交通网来看,不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吗? 往外辐射出去,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吗? 中国现在,建了这么多的高铁,将来都可以延伸出去。 整个亚洲地区,会出现一个巨幅的交通网络。 一带一路计划,就是这个交通网络的体现。 第四,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。 将来,沿着这个交通网络,可以建立光纤电缆网络。 中国有一门特殊的技术,高压电网。 中国的高压电网网络,同样的,可以延伸出去,辐射出去。 所以,就看我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。 你觉得瓶子里,是只有半满的水呢?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呢? 还是说悲观的认为,已经空了一半,情况不妙呢? 当然,中国现在遭遇困难,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。 在经济上,想要围堵中国,想要逼迫在中国的供应链,离开中国。 同时,又对中国芯片制裁,发动对中国的科技战。 另外,还要搞一个民主联盟,想要来孤立中国,封锁中国。 中国能够挺到现在,其实也相当不容易。 更不要说,过去一百多年来,从鸦片战争开始,将近两百年的时间, 中国一直处于一个落后哀打的局面。 但是,所谓的天将将大任与私人也,并且苦其心智,劳其筋骨,恶其体肤,空乏其身。 就当作是一个磨炼吧? 想想看,如果去年2020年,中国无法控制新冠疫情的扩散。 那么,中国的遭遇会是什么呢?可能会很惨吧? 所以,就当作是一个磨炼。 我们总结一下,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说的,中国人口规模大,经济规模大,工业类别齐全, 在这个基础上,开花结果,发展出更精致,技术更高的工业。 这样的话,就不只是工业上大额权,而且也达到了工艺精致,科技含量高的阶段。 Size doesn't matter。 大很好,大再加上精致,中国就会从工业大国,成为工业强国了。 同时,依照中国的条件,那将会是大而且精。 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,美国的制造业流失。 美国十多年来,一直喊着要重铸美国的制造业,但是现在,换了三个总统,也没有多少回流美国。 2014年初,中国服药剥离,到美国俄亥俄州投资设厂。 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,还发表了看法。 朝德旺认为,美国的电力,土地等成本,都比中国便宜,再加上税务上的优惠。 就算是美国人工贵一些,但是整体的成本仍然比中国低。 之后,经济学家郎贤平,也发表了看法。 他认为,美国的工厂自动化,是很厉害的。 在工厂自动化之下,中国的廉价劳工,就没有优势了。 再加上,美国电力便宜,土地成本低,这对中国未来的产业链地位,会是一个隐忧。 前几天,还看到一篇文章,在谈论工厂离开中国的问题,认为这是全球要去中国。 今天的内容,是一个专题,其实杨凤在去年,就想说这个专题了。 今天,趁着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,以及最大的出口国的新闻,赶快推出这一期的视频。 因为,平常的时候,专题视频,收视率通常不是那么好。 我们以后,会继续保持一个月,出一些专题节目。 包括了,有关曹德万的论点,还有郎贤品的论点。 到底,他们的说法,是不是对的? 因为他们的说法,至少在那时候,让不少人对中国工业的前景,失去了信心。 请继续收看凤云七家杨凤视频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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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